早晨,林泰TVB 昨天問到你的意願 昨天說還未是一個適當的時候 為何隔了24小時 今天又變成一個適當的時候 中間處理過甚麼? 另外說其實去年已經表達了 不想留任這個意願 最大的原因是甚麼呢? 究竟是壓力、家人 還是有其他原因呢? 可否跟大家再講多些你的想法呢? 還有日後的工作上 到底你會是之後想回歸家庭 還是都可能會在政治上擔任其他崗位 繼續服務社會呢? 第一就是昨天是提名期的開始 今天是提名期開始後的第一個工作天 所以我今早要做的事情 就是將我的議員和我現在向社會公佈的事 率先向我的管治團隊來去知會 其後亦都要知會在這五年裏面 是我的最高級顧問的行政會議的非官首議員 所以已經是第一時間 就向社會公佈 沒錯 我的議員是在去年年初向中央表達的 更加具體說 是2021年3月出席兩會期間 我直接親身向中央表達了這個議員 這個議員的背後的考慮 只有一個就是家庭 我都跟大家講過了 我家人是我最優先的要考慮的 那他們認為呢 我也是時間要回家了 所以這是我唯一的考慮 第三就是現在都是抗疫是頭等大事 所以未來這三個月的工作都是非常之大量 所以未有想過 他下來之後會做些甚麼工作 多謝大家關心 好 第二位記者的提問 右手邊後排前席三內的記者 你好NOW TV 想問一下林太 向中央表達的議員 中央有沒有甚麼回應或者挽留 以及之前回答的都留了一些空間 沒有跟傳媒直接回應 會不會競逐連任 其實是否本身都留有一線呢 然後第二就是想問 多家傳媒引述消息說 即是李家超司長會參選特首 而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 就會擔任選委會的總召集日 那林太 你可否證實 現在有沒有收到官員的辭職信呢 謝謝 第一就是我表達了議員之後 剛才我都說了 中央是表示理解和尊重 但是其他我和中央的溝通 就算我不可以在這裏和大家分享了 第二呢 大家怎樣演繹我每一次的回應 我沒有辦法控制 但是沒有任何的空間 我的意願是基於我的家庭考慮 而家庭呢 是在我人生裏面最重要的一個部分 第三呢 所以我今天到這一刻為止 沒有收過任何官員的辭職信 我也都不方便去確認或者評論 接下來將會去參選行政長官的人士 或者是接受其他中央委任的人士 下一個位記者有提問 好 下一位記者有提問 下一位記者有提問 哦 右手邊後排 各位男記者 惡不如台南記者 出席前段 一個問題 由西北清聖早上 給您選擇 Provide 哪裏被選擇 MING THE NEXT CEE? THIS IS NOT A QUESTION OF EVALUATING MY PERFORMANCE, OR THE PERFORMANCE OF THE HONGKONG SAR GOVERNMENT IN THIS TERM, THIS IS A QUESTION OF MY PERSONAL WISH AND ASPIRATION. MY PERSONAL WISH AND ASPIRATION, IS ENTIRELY BASED ON MY FAMILY CONSIDERATION. 下位記者提議 左邊前排,各位藍美者 林太太你好,鳳凰衛士記者 想問一下如果今次宣佈了不連任 你自己會不會覺得早前自己想的 政府重組架構的方案,北部都會區 甚至明日大雨,甚至你任內 見證過柔亂及治這個局面 現在宣佈不再尋求連任,會不會覺得可惜 剛剛提過的那些政策 自己沒辦法在下任內繼續跟進 會不會覺得有點遺憾呢? 另外就是想問一下,其實你家人 是否強烈反對你不再尋求連任呢? 我都說了,我今次不尋求連任的決定 完全是因為家庭的考慮 但家庭的考慮是我考慮了我家人的看法 因為我家人有一些看法我不方便說了 因為這也是私人的問題 唯一可以說的是過去一段很長的時間 我的家人都是默默支持 這也不只是擔任行政長官 因為我已經是第三次出任這些政治的職位 也都是或多或少對於家人是有些影響的 特區政府的情況是有很大的延續性 政策上是有很大的延續性 儘管換了行政長官 儘管換了班子或者某一個局的局長 我的體會都是有很大的政策的延續性 尤其是那個政策如果是得到社會的廣泛支持 所以剛才你提到的三個例子 都是應該屬於有足夠的支持 可以由下一屆政府繼續落實 關於政府架構重組 自從我在2021年施政報告提出 即是去年10月提出之後 它在社會有討論 在立法會相關的事務委員會有討論 我們聽不到有反對的意見 譬如成立一個文化局 譬如有一個單獨的房屋局 來處理房屋的問題 所以現在只是要看看 後任行政長官是否都認同這套重組的方案 如果他認同這套方案 我們就有很多的程序要走的 因為這套方案畢竟涉及開多兩個政策局 所謂有一些人事編制的問題 然後涉及有額外的開支 因為有兩個新的政策局 和他的局長 以至到他的辦公室 第三就是因為有些政策局 又轉了工作範圍 連名字都改了 所以在法律上也要作出一些方案 由5月8日到6月30日 要做完這些工作 時間表很緊湊 但是做完的好處 就是下一屆政府7月1日宣誓 就職已經是一個社會上支持 立法會是認同的政府架構 就不是再要在下一屆才去籌謀 究竟是應該怎樣去重組 所以相信後任行政長官 在密室司局長人選的時候 如果他同意都是以這一套 即將由立法會通過的架構 去密室適當的人選 至於另一個 沒錯是本屆政府提出的 就是北部都會區 但同樣也是得到社會廣泛的支持 所以我覺得尤其是他在越港大灣區的關鍵作用 所以下一屆政府我看不到 為什麼會放棄一個 北部都會區的發展規劃 明日戴嶼是更加早提出的 沒錯他曾經在立法會遇到很多阻滯 所以申請撥款都延遲了很久 但現在都是上了軌道 因為已經在做這個詳細的研究 而社會上也都認為是房屋問題 仍然是刻不容緩要解決的問題 而房屋問題的關鍵就是土地供應是否足夠 所以也是符合香港社會的整體利益 所以我也看不到 為什麼會做不到 所以我希望下屆政府都能夠按住 我們本屆政府已經開展了工作 繼續努力去解決香港各方面的問題 尤其是相對於本屆政府 下屆政府已經有了一個比較穩妥的政治環境 一個就是有關於國安法的實施 另一個就是關於完善的選舉制度 新的立法會剛剛在今年1月1日才上任 未來有超過三年半的時間 是跟行政機關合作 推動香港各方面的工作 多謝 好 我們再問一位記者提問 前排白色 黃衣衫這位男記者 黃衣衫您好 香港01 都想問一下 其實上任之後 經歷過社會風波和疫情 會否覺得自己是這麼多任之中 是最困難的特首呢 任內會否都有些遺憾 或者會否覺得抗疫失敗 都是其中之一呢 第二條問題 想問一下 其實做了幾年特首之後 你覺得有甚麼能力和個人特質 才可以符合到現在這個時勢呢 還有 會否有心目中有一個好的人選 或者可能認為李家超局長 算不算一個都是好的人選之一呢 另外都想問一下 現在這個時候公佈退休 會否擔心會影響到全政府上下抗疫呢 會否甚至是都擔心 他們未必會再聽林太利的指令 謝謝 第一我剛才都說了 今天這個場合並不是總結 我擔任行政長官工作 或者是分享我擔任行政長官工作 的感受的時刻 希望日後有這個機會 每一屆政府都有每一屆政府的困難 但是客觀來說呢 過去四年多的時間 我們是遇到比以前更多的挑戰 所以往往我們都形容 就是香港在這幾年 是經歷了前所未見的挑戰 前所未見的嚴峻局面 既然是前所未見 那就是說 又回歸到現在 就是最嚴峻的挑戰 我相信這個社會都沒有什麼爭議的 看到發生了的事 正如我所說 我就不會評論哪位人士是有志參選 不過有志參選的 都相信是希望在這個時候 能夠繼續為香港服務 但如果你問客觀的特質 不是一個個人的特質 而是香港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 不可分離的部分 亦都在一個兩制之下 享有高度自治 我覺得每一屆行政長官 最重要的一個特質 就是要理行好這個商負責制 既向香港特別行政區負責 亦都向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負責 亦都要把持好這個 一個兩制 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特質 在抗疫方面 其實我們做了兩年多的抗疫工作 都是上下齊心 都無分彼此 所以我亦都不覺得去到最後這個階段 無論是抗疫 我希望是最後階段 或者本人的任期最後階段 都不會因為我今天的公佈 就是影響到我們的抗疫的努力 看來大家都沒有抗疫的問題了 所以今天的記者會到此為止 多謝大家 多謝大家